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母在更有爱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狼牌特区 新乡亲大会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我的搭档张晨叶 欢迎好 大家好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 所有的综艺新节目当中 收视率第一名的 是江苏卫视播出的 《带父母来相亲》的节目 所以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 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继续在相亲这块土地上 继续耕耘 淳叶这个区域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有喜事 喝好酒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我们这个区域有个 特别好听的名字 叫做狼牌特区幸福守护区 每一期和我坐在一起的呢 都是当期单人嘉宾的 就是挚爱亲朋 希望通过他们全程的守护 可以让每家每户呢 都有个好的收成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有请第一组家庭 来了 来了 好好看啊 好高啊 这一家人 欢迎你们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是王思琪 刚刚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 之前在加拿大 新加坡 也都生活留学过 在我这儿 帅气和肌肉都不是重要指标 我喜欢的和喜欢我的 都大叔居多 大家对大叔的理解 不一定一样 你说的大叔是指 什么一个年龄段的 其实呢 只要我爸的 肌脏受得了 我对大叔的年龄段 是没有要求的 对 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 让我用活下去的信心 这是妈妈 哈喽 大家好 我的女儿呢 特别的善娘 幽默 她喜欢诚实稳重 能干的男孩 那就不是男孩了 但是对于呢 走偶呢 对方的年龄呢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最好呢 不能够超过35岁 这是我的最低线 底线 你闺女可没有设这个底线 万一她带回来的男朋友 跟你岁数不相上下 你的感受是 还是比较民主的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家庭 特别好 欢迎你们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有请下一组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怎么这么高啊 对啊 欢迎你们 大家好 我叫董事营 现在是一名空中乘务员 虽然外表看起来高高的 好像是蛮成熟的 实际上内心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小女孩的 是啊 摸头沙那一套 对我特别管用 来 爸爸妈妈说两句 我们的口号是 把现场当做战场 为女儿保驾护航 另外啊 谢谢大家支持 大家帮个小亮 美人在生活中吧 对这个狼牌特区情有独钟 人家到现场带了两条 如果吧 女儿牵手成功 下去以后 两家人坐在一起 把酒盐花 讨个好彩头 郎酒为正 爱情永恒 谢谢大家 好的 好的 欢迎你们 有请下一组家庭 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施楚军 欢迎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叫施楚军 来自浙江杭州 我是一只96年的小老鼠 我喜欢男孩子 绝对不能和别的女孩子 有任何暧昧关系 因为我的占有欲特别强 你不觉得三号妹妹 长得有点像蔡徐坤吗 有一点点 有一点 真的有 这两位妈妈和朋友是吧 妈妈说两句 我选女士的标准 就是说她不要太抠门了那种 哪怕是她自己整的花 也要给我女儿花的那种 就像你老公对你那样 对 我老公就是这个德行 然后就是我带来了土车禅 就要送给孟爷爷 希望孟爷爷能记住 每当出去的时候 看到太阳的时候 你会想起 这是施楚军妈妈 送给我的雨伞多好呀 对啊 每当下雨的时候 你会想起 这是施楚军妈妈送我的雨伞 哇 好好哦 你能赶紧给我吗 没有 这个 看一下 施楚军的雨伞 多美的雨伞呀 一斟多 挺像那 我能跟对面的倾家公 倾家母 好 倾家母 好 好主动啊 倾家母好 好 好美女好 美女好 好 谢谢 姐姐好 姐姐好 不是 我是工作人员 好 好 希望你们能 一块儿回来 我们想好啊 谢谢 欢迎你们 好看吗 好看吗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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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下一位嘉宾 这个是女生 都愿意给我看几眼吧 有压力 压力山大了 吴诗宇 欢迎你 我叫吴诗宇 今年22岁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现在是一名形象设计师 我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孩 所以呢 有时候可能穿得比较性感 然后裙子的叉开得比较高 所以就希望 我未来的男朋友 不要介意这一点 妈妈说两句 我女儿很美 她是顺天然的 没有怎样 无公开的 美的 看看妈妈就知道了嘛 为什么今天表哥来了 因为爸爸的胆 前几天被医生拿走了 没有胆来了 做了个小手术是吧 对 孟老师 我们都是四川人 今天我们女儿 前不前就成功 就要看月楼来了 没得问题的 好 来 有请下一组下面 这个好看 她姥姥都好漂亮 很有气质 杜一军 欢迎你 嗨 你好 各位亲家们好 亲家还门呢 她的声音挺像我对前女友的 我是一名两性情感的自媒体 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那个特殊性 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 能够体谅我的工作一点 稍微独立一点 不要太粘人 这就可以了 希望男方不要太粘人 好的 这是我的外婆 这是我的妈妈 外婆高瘦啊 今年 82 82 哇 精神那么好 好漂亮的外婆 我想跟孟老师说几句心里话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太可以了 谢谢 您说 您说 你呢 跟我自有言 你的剧墨我差不多每次都看 哦 为了感恩 我亲手为你打了一双袜子 送给你作为剧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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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袜子成队 好事成伤 今天我要求你 哎呦 我不敢 我做好父母说 让我已经在我的有生之年 让我能看到她穿上漂亮的婚纱 好 听你发意 我们大家都努力 好不好 好的 好 欢迎 欢迎 来 请坐坐 有请 下一集 下一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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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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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起来了 有点夸张了 哈喽 大家好 孟老师好呢 我是敏多 目前呢在做霹雳不带戏的一个推广 我们家呢 这次为了来这个节目 也是青草出动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来了四口人 原装的爹妈 都来了 正版 四口人 我爸爸 我妈妈 还有我这位 其实是我儿子 这个淘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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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怪的 我就希望夫妻两个人 她去生育孩子 她是一个阶段 而不是一个目的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 对 对对对对 我是敏多的爸爸 我自己是个职业艺术家 长期在国内外做作品 那么我这次呢 为相亲的这次活动呢 她清新创作了一幅作品 叫《得意忘形》 《得其意而忘其形》 我觉得孟老师 在婚恋集体里面 已经做到极致 已经做到了忘我 是No.1的那种境界 所以想送谢给孟老师 谢谢 谢谢 不感动 不感动 我先帮你保存一会儿 好好好 对 如果我们未来的 我这个丫头的另一半呢 如果她能进了我们的家 她未来的每天的日子 一定会充满了这个 有趣和惊喜的那种感觉 我本来的惊喜和好玩 我们就是一起嗨呗 好好好 大家 这个岳父有点不一样 好 欢迎你们 来 坐坐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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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错路了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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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家庭请就位 本节目所有嘉宾酒 随时随地视频相关注 正爱ABC界 大家可以通过 真爱ABC报复参加本节目 来了 杀过来了 好激啊 有一种五秒钟以后 到达战场的感觉 来看一个规则短片 六组家庭对单人嘉宾进行选择 父母不满意 则可撤回 二线上的子女心动则可爆灯 若现场有家庭留灯 单人嘉宾进入全力反转 中选前 单人嘉宾父母公布提前选定的心动家庭 单人嘉宾通过对留灯家庭和心动家庭的了解 最终选择一组家庭的子女牵手约会 欢迎进入狼牌特区新相亲大会 本节目由来自四川农乡正宗的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海澜之家 男人的衣柜 本节目由国民男装海澜之家 特约赞助播出 喝知识 长知识 解锁恋爱新方式 本节目由俊乐宝长知识了 知识酸奶指定播出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有请1号男嘉宾 快看一下 来 来 来 你打 真是帅 我喜欢 好硬啊 好帅 太阳子 我爬了 吴承威 欢迎你 坐下来 坐下来 你好 我叫吴承威 然后来自香港 出生在福建 平时生活在上海 今年24 这样一看有点像陈伟霆 我一个喜欢她 是不是都有被电到 这很帅 是不是长得挺帅的 我一般都从现场 女观众的表情当中 来判定一个男人 长得是不是很帅 是你的菜 好姐妹 是你的菜 是我的菜 有喜事 喝好酒 这个是狼牌特区 幸福守护区 坐在我身边的是 这位帅气小哥哥的姐姐 嗨 大家好 我是吴成为的姐姐 我想问你 有姐夫没有 有的 有姐夫的 还没结婚 还没结婚 感觉很有机会 她补充这一句 给我感觉情况随时会变 留个活口嘛 一切都好说 好好好 姐姐说弟弟的选择的标准 特别的明确 弟弟喜欢好看的 然后有气质的 说的就是我 那我们也好看啊 然后不要太做作的 就是直爽一点 我直爽啊 请姐姐为你弟弟选一个 心动家庭在对面六个家庭当中 有特权 很重要这个选择 嗨 选我们 选我们 我妈怎么没有反应啊 毫无犹豫是吧 对 有好感 好想案 但是再了解一下 她跟她一上来的选择是吗 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有缘 那第一点的话 我们两个很近 我们家定居在佛山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高铁的距离 虽然你比我小一岁 但我觉得不重要吧 女大三抱金砖嘛 虽然就大了你一岁啊 但我觉得金砖可以抱三分之一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刚刚一直放在这里 但是 什么 我问一下杜亦军的妈妈 那个你们家姑娘抱灯 你们满意吗 我觉得很意外 可能是女儿像妈妈 因为我找的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没有比我大的 哦 哎 连这个都会一串 我老公比我小六岁 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么满脸都是幸福 两倍的砖 两倍砖 两块砖 两块砖 男嘉宾 因为我的外甥女 使我一手把她带到 我平时比较宠她 所以她基本上 家务不太会做 你介意吗 完全不介意 我觉得如果是我女朋友的话 我会让她当一个废人 当一个什么 那就是她什么都不需要做 其实我还蛮享受照顾别人的感觉的 你喝酒吗 平达 喝一点 下去以后可以切磋一下 对 对 对 喝狼牌 狼牌 来 另外几个家庭有问题吗 来 表哥 4号 男嘉宾 你好啊 你首先你刚上来的时候 非常的帅你知道吗 从我面前走过来的时候 我以为你要走向我 我都准备站起来了 我就很激动你知道吗 我哥比我喜欢 我哥已经看上了 我妹是那种长得比较甜美的人 你们俩要是走在一起 那回头率肯定是百分之一百 一定要关注一下我妹妹 4号 4号 好的 好的 我会关注 我觉得4的哥哥也挺有意思的 不是看哥哥现在 3号 妈妈我看刚才 全场就你一个人站起来的 嗨 对 对啊 我就站起来了 因为这男生帮我帅到了 我觉得我女儿 应该也是喜欢的那种类型 对 因为你24岁 我女儿22岁 对 相差2岁 然后你说不做作 我女儿从不做作 对 我不做作 等一等 我接个电话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3号女嘉宾施楚军 来 3号妈妈接电话 我就知道是的 喂 喂 妈妈 我跟你讲 我刚刚手就放在这里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没按下去 结果就被抢了你知道吗 我就很想按下去 你帮我争取一下 因为我快 你别说 然后你帮我争取 你别说 你千万别让他灭灯 千万不要灭灯 实在听不下去 他 他说一定要不让你给我灭灯 你怎么才能做到 不让他灭灯呢 就是说我女儿的话 他那个各方面全部都很优秀 跟你是非常匹配的那个 大姐 我跟你说 刚才你说的几句话 我在想我要是个来相亲的男生 你那番话跟没说一样 我经常在想 男生这个时候有看不见人 根据什么来判断他 想象他的颜值呢 对的 其实我现在很懵的 你知道吗 就是 看老丈母嘛 看丈母娘 看丈母娘 你看 丈母娘就在这里 丈母娘就在这里 万一像岳父呢 那岳父也是肯定很棒的 我那看到的人能擦吗 孟老师 好 对对对 阿姨都蛮漂亮的 阿姨 阿姨们都很漂亮 对 下面看男嘉宾的短片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香港 在这座繁华的都市 埋藏了我太多的回忆 哇 我真的在这 哇 你看好有气质啊 我是吴承薇 一名舞蹈演员 也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香港人 哇 哇 认真对手好多啊 大学毕业后 我加入上海一家舞蹈工作室 当舞者的同时教学生跳舞 在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后 现在也开始联系工厂和设计师 创建自己的操盘 我有很重的爱情洁癖 一起出门的话 你绝对不能看任何异性 一秒都不行 不然会觉得那一秒 你的心不属于我 他控制力好强啊 不行 不行 我本身战友欲也比较强 我喜欢外表冷艳 内心小可爱的女生 你会是那个女孩吗 对我 刚才看你的维修非常帅 你看我虽然是孩子的爹 然后我也超爱跳街舞 HIPHOP 哦 HIPHOP 也玩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特有缘 要不然我们先跳一个 来来来 起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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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她一个忠实的小粉丝 崇拜上 这个表情 太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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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哈喽 孟爷 我是二号 不是 我是六号 你嘉宾名多 你到底是几号 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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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六号啊 六号 喂 老老爸爸是这样子的 我要跟他出去斗舞 你一定要给我把灯留到最后 让我出去 好的 这位帅哥是福建人 偶也是福建人 我们算半个老乡 半个老乡 超级班配对 然后呢 我是艺术家 只坐着 不坐坐 我那丫头准备和你一块PK一下 你最好把灯留到最后 那个电话的大义就是一句话 放我出去 对 就是放我出去 孟老师 三号 妈妈 男嘉宾 跳舞的话 我女儿会陪你跳舞 你看刚才你跳舞的时候 我一直也在乱乱 那个片子里边说 你跟女朋友出门 而他不能看任何异性 一秒都不行 这是一种夸张式的描述呢 还是真的就是这样 这是我内心最深切的感受 这肯定不行啊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嘛 所以我现在觉得 我们两个好像三观不合适 你假设一下在商场里边 你们俩在走着 突然一面来个小伙子 问个路 他一开口问了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是不是这样 不不不不看 不看 其实如果是正常问路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OK 就是他如果是走在路上 特意去看 我就怎么回事 怎么办 我爆灯好像太堂粗了嘛 喂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杜逸军 5号妈妈 喂 妈 她刚才不是说战友欲很强吗 那我是一个两性情感撰稿人 我有大量的男粉丝 要每天咨询情感 两性各方面的问题 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 比较敏感的东西 你帮我问一问可不可以 我觉得你认这个电话很重要 是 男嘉宾 你好 很多男孩子要咨询她 两性方面的情况 或者感情方面的 她问你介不介意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互动的话 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工作上的原因 我是完全OK的 工作方面 说工作是工作 6号 你的意思就是 不能让你未来的这个 另一半在街上看 一秒钟看任何男 那将来在街上 你是不是也不能一秒钟 看任何女的 你是完全这样的吗 对的 我既然这么在意这个点 我自己也会做得很好的 非常好 我就做不到 这老丈人是很实诚的 1号 王思琪 男嘉宾 因为我妹妹喜欢年龄大的 成熟的男生 你觉得你自己的心理年龄 有多少岁呢 可能我出来的比较早吧 所以我心理年龄的话 应该会成长个三四岁吧 大概 我插一句 你想听听她姐姐说 她弟弟心理年龄吗 对 就是其实就是认识了之后 会觉得就很像小孩子 对 就是比十几年龄要减几岁 对 也需要人家疼的 完了 发生什么 这边灭灯了 我们问一下 王思琪家庭灭灯的原因是 我们觉得呢 还是尊重女儿的选择 喜欢 她喜欢成熟 稳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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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看就是弟弟啊 我肯定不会要 虽然很帅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到这个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2号女嘉宾 麻烦转接一下我爸爸 2号爸爸 我觉得我跟男嘉宾的 外形不是很搭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走 可能人家会以为是姐姐跟弟弟 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 我女儿说就是感觉好像是 我姑娘不应该是你喜欢的一款 没关系 哎呦 电话这么多 喂 喂 孟老师 你好 我是4号女嘉宾吴世宇 来 表哥 喂 哦 喂 哥哥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她这个类型 而且她在香港我觉得太远了 我不喜欢异地恋 男嘉宾 你好啊 首先我觉得你非常优秀啊 但是我妹妹呢她就觉得 她不能接受异地恋 所以说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现在留灯的是3号 5号和6号 恭喜你进入到了反转阶段 上去灭掉一盏灯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也不 terror 我也不喜欢 不要热 哎呦 我妈我妈护出了 哇你妈好可爱 medium grabbed her 不不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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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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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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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姜嘛 稍微 稍微 他推掉6号 这个在你预想当中 对 因为这个亲家母好像很 就是一起嗨的 跳舞的 对 很好 我觉得 我们来看3号和5号 两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3号施楚军 23岁 新媒体运营 5号杜毅军 25岁 情感自媒体 见面随时随地 实时视频相亲 下面进入真爱APP 甜蜜情报环节 男嘉宾要是到我们家来 那一定是要去跟我妈妈 唱歌 听歌的 他能够驾驭很多很多方法 男嘉宾以后每周来我家 和我要唱三次歌哦 有没有想过 那个有了女朋友之后 带着丈母娘去 K哥 K跟爸妈玩在一起 是最开心的事情 下一条 方医生把她抱给我看的时候 我说是女儿 我第一眼 哇 真的是心里 怎么这么丑啊 怎么这么丑啊 我痛得不值得 后来一想 小时候丑的女孩子 长大会好看 现在我女儿真的越来越漂亮 很多人说她像刘亦菲 也有很多人说她像王主席 但是有一次我宰给她拍照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好熟悉哦 怎么这么像一个人呢 后来想起来了 她就是年轻的我 哇 这个走 这个走 男嘉宾们 你们想要找一个好看的老婆 一定要选我女儿哦 13位中药组方守护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蔓延树宁提问时刻 来 对两个家庭提问 你们女儿的前男友 你会比较在意或者讨厌的 一些缺点是什么 3号 扣 就是扣门不对那个 扣门 扣门 5号 我不喜欢太拙 因为不管是年龄大还是小 如果是好像要我女儿去哄她 我就觉得太累 对对对 这点 好 海澜之家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3号 5号 这个好难选啊 来公布一下心动家庭是姐姐选择 她刚才5号一爆灯我就看那边 就简直了 所以我们很兴奋啊 对 好 两位女生有什么话 跟男嘉宾当面表白 男嘉宾 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 我叫施楚军 我来自杭州 然后你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比较火爆 虽然说我脾气挺好的 你说的一句和一句都不挨着 不是 就是 我脾气好 但是会很火爆 对啊 然后就是因为你战友也比较强 我战友也比较强 然后会被打起来 打起来倒不至于 就是我如果在感情方面的话 我应该是会比较谦让女孩子的 那方面 对 因为毕竟男人嘛 我觉得她跟3号很当 对吧 好 鹤口长知识 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就是如果遇到一个条件 比你男朋友好的人来追你 你会跟你男朋友说吗 我会跟我男朋友说 然后就直接把那个男 追我的男生拉黑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讨厌 那种有任何暧昧关系的 对 欺骗的 就我喜欢那种很坦白很坦白的 好的 谢谢 我会说 我会实话实说 我跟你不会那么极端 说去拉黑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我 可以等待你的时间范围内 去努力或者说自暴自弃 可能我就跟你分手 大家都是成年人是吧 他请真实的 这点我还挺喜欢的 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了 你要做今天最后的决定了 游戏市喝好酒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3号和5号 你的选择是 我先走 你还选5号吗 我还选5号 我选5号 5号 5号 好准备 好 相亲穿海蓝帝家 续剪真爱助手成家 在一起爱着不想结束 我喜欢你 请嘉宾进入有家有爱的 欧派幸福音乐队 我想跟外婆说一句 你看你刚才送我的袜子 没白走 谢谢 谢谢孟老师 好 恭喜你们 早上结婚了之后 我给你送洗糖 好 洗糖 洗酒 好 因为我们俩离得比较近 那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吃个饭 或者我去看看她的孤岛工作室 我觉得能够认识一个人 然后两家都这么有默契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 如果有缘分的话 我觉得很好 我很满意 我很喜欢 然后奶奶就是担心 你到时候会不会做饭 做饭可以学 我还蛮喜欢学做饭 那就好 我们也非常满意 有请新家庭上场 这什么情况 大家好 全家人汉服 那个好像杨贵妃 以套为美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什么节目 大家好 莫菲老师好 我叫江荣 现在在福州跟闺蜜一起 创办了一个汉服品牌 虽然我今年已经32岁了 但是在感情史上还是一片空白 32 看起来看不出来 很小 我喜欢男生一定要有责任感 家庭责任感 不能出轨 这旁边两个是闺蜜是吧 我闺蜜 我妹妹 我妈妈 这个像一个天团 有给我准备衣服跟她们搭配的吗 要不然我站在那里 有啊 特别是 这是给我的是吧 对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 汉服 好好好 来 妈妈说两句 大家好 麦菲老师好 你好 我想跟你握个手 今天让我真的抗拒你的 谢谢 其实我都五年没有回老家了 我怕回去怕亲戚朋友问我 女儿这么大了 有没有找到对象啊 没有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 有一个男嘉宾跟我女儿亲手的话 我就很高兴了 我今天也好 回去过年 敬我的亲戚朋友 好的 我们大家一块儿努力啊 欢迎你们 来 请坐 4号视频率大 我要不要穿上呢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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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 还是下次怎么办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 相伴永久 有请男嘉宾 哦 大叔 不是 我喜欢 不喜欢 不喜欢 嗨 太矮了 你好 孟爷爷好 不敢当 我叫韩风 来自于深圳 今年43岁 43 43 43 真的假的 跟我妈都差不多了 这么老一根 然后呢 我目前近期正在从事的一个职业呢 是一个情感的一个项目 自己的情感问题也没考虑好 怎么那么多人从事情感类的事儿 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因为从小看孟爷爷的节目长大嘛 你也从小看呢 再告诉我们一遍 你今年多大岁数 23 这个应该是王思琪喜欢的行 其他第一眼看一般 但越看会有 越有味道 我觉得这个年纪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都可以 王思琪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年龄 其他的条件我们不说啊 这个岁数你能不能接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看看 因为韩风的父母年事已高 不方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所以是韩风的两个朋友 陪他来录制的 有喜事喝好酒 这里是狼牌特区幸福守护区 大家好 大家好 对于你的朋友有什么推荐或者 他那个特别的有责任心 然后也很有爱心 他在那个贵州 有捐一个那个希望小学 然后呢他又特别的会照顾家庭 然后会做饭 所以现场的女嘉宾一定要 不要错过 来 你俩朋友替你兄弟 选一个心动家庭 嗨 选我们 选我们 一号 我想那个请教一下男嘉宾的 那个教育的背景 色教育的背景 我是专科毕业 对 但我觉得学历不重要了 社会经历比较重要 对 13岁以前专科 可以啊 6号爸爸今年是 我快60了 完全看不出来 感觉跟我差不多大 是吗 你看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是你当我岳父呢 还是我当你岳父 我就有点蒙圈 这哥们是这样 我觉得你很棒 像你这种款吧 确实我特喜欢 那我女儿呢也比较成熟 但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在他五里头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我怕这个大叔接受不了我的跳跃 对 这位大哥吧 这大哥没问题 像我的性格比较多样化 闷呢我也可以几天不说话 闹呢我也可以一直闹下去 你女儿要五里头的话呢 还不见得谁更五里头 住着 住着 我会说话我跟你讲 我们互相hold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很棒 他越看越有味道 我觉得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台上听过 爆灯了 他越看越有味道 我觉得我也是 我就喜欢 什么你要跟我争大叔吗 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我的好不好 你老爸 你看看你老爸 没想到我 是啊 我也没想到 没有想到 我的想应该是1号好了 结果6号 来 6号 我非常非常非常 我非常喜欢您的状态 因为您的外表在我眼里 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我的跨度 我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 你绝对绝对会意想不到的 朋友会喜欢6号这种 行不行吗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呢 主要是什么点上 有点飞足 我们来看男嘉宾的短片 我走过很多路 我走过很多路 有的长 有的远 有的远 韩东 坐标深圳 有些不太了解我的朋友 会说老韩很狂 这种你不觉得很有 我觉得大男蛮帅的 从98年开始做手机的 做了十来年 年薪100万左右 98年非常厉害 因为太多的应酬 而且需要喝酒 在10年我就辞职 做过传媒公司 直播公司 直播学校 后来又开始做一些 关于潜水和情感的一些事情 天哪 他做的事情跟我都一样 我会 我对物质没那么看重 我认为快乐最重要 我就把所有的钱 都捐了一个希望小学 捐完希望小学 我卡里面 可能也就几万块钱 弱者用数字寻找安全 强者用阅历找到存在 可以啊 很高级啊 跟我这个很高 唯有爱 才是我人生 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事情 生活太难了 如果没有爱和信仰 真的撑不下去 我和大部分前任 关系都很好 大部分 保持联系 能够跟我一起生活的女生呢 一定是有眼界的 如果一个女人 只是图你的物质的话 你会不会选她 如果我很爱她的话 我会选她 她对你有所图 总比什么都不图你 要好对吧 我爱的女人 只要我有 只要我能 全拿去 她和大部分前任 都会保持关系 这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也是 有没有觉得 刚才片子里边 反复出现的那个女生 好眼熟 来 再做一个介绍 你是 我也是老韩的亲女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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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不能接受不了 那我这个 这个 你妈呀 对 在我主持的另一档 叫《非诚勿扰》的节目当中 几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是真的前女友 我的天 但是这也是一个 我经历过特别多的话题 就是和前任的关系 我们还是下去吧 讲真的 带她来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也是确实有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我愿意真实地去面对一些事情 所以她是怎么说动你来的呢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 就像孟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 她说 你跟前任分手以后的态度 取决于你们分手的时候 有没有互相伤害 我在我每一段恋爱的时候 最初我主观上 我一定是不想分手 我一定是想走下去的 就算是分手了 我希望我们也能够 不去后悔我们曾经的相遇和相爱 那么为什么分手之后 我们不能给对方一些祝福 甚至于送她走一程 让她走得更好 我在想别说43岁 就是23岁 恐怕有几个前女友也正常 我想问一下那个姑娘 你们结束情感关系多长时间了 半年 半年 没关系 我们的朋友不是那种说 经常在一起的 我们就是可以偶尔吃个饭 就不会说影响到她下一段的关系 还偶尔吃饭 接受不了 偶尔还吃个饭 我不行 如果已经有了女朋友 为什么还要偶尔吃饭 我觉得最多就是节假日 发短信差不多了 还偶尔吃饭 我觉得发短信都有一点 受不了 我想问一下女生的家庭 你们有没有人觉得 男生的前女友坐在那个地方 感觉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有没有人 有 有 4号妈妈大声说了有 说一下你的感受 还是有一点接受不了吧 像这个男嘉宾说得那么单纯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 你可以说得再明白一点 你妈不好意思说出口 对 来 我来帮你说 你有没有一种顾虑 他们的关系还非常好 这是不是你担心的 是啊 前女友 万一有什么事情 有可能男嘉宾心肠好啊 还是会去富邦 如果我是遇到这样的老公的话 我也会接受不了的呀 不可以 我不能接受 这不是出轨小说的套路吗 4号家庭的这位妈妈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如果我这位前女友正好是你的女儿 其实你应该会希望她的前男友这么对她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 不会 不会的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爱的那个女人很介意我跟前人的关系 因为我跟她只是朋友 那我少个朋友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就是 她很了解我 她就知道我是这样价值观的人 不好意思 我觉得前人做台上还是蛮伤人的 我不觉得有问题 是吗 6号爸爸再介绍 这位老帅哥是吧 嘉宾 我本来以为我是艺术家 后来我发现真正的艺术家是你 因为我觉得你 你今天能把这个前女友带过来 你的格局比我大 就是你除了胸我不知道比我大多少 但你胸怀绝对比我大 那我就想问一下 我不知道我女儿能不能接受 你女儿都已经爆灯了 她应该可能可以过这关是吧 然后我这边就有点小小的小个影 但是问题不大 反正你慢慢改造我 慢慢改造岳父 改造啊 1号 男嘉宾 我想问你一句话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喂 孟爷爷 我是1号女嘉宾王思琪 你妈正在说话 让你妈接电话 喂 喂 妈妈 这个男嘉宾 我一开始还是挺有好感的 但是呢 她刚才我看到她前女友 坐在台上这件事 我还是在我心上突然一刺 所以我想你再问她一下 一个是她为什么跟这个前女友分手 还有就是到底心里有没有完全地放下这个前女友 我女儿呢 说她想知道你和这个前女友啊 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分手的 我跟我前女友分手的原因可能更多来说还是对生活方式选择的不太一样 她相对来说会比较传统一些 她会更愿意过那种就是相对循规蹈矩的生活 而我呢好像我更愿意去过一些不一样的人生 这个跟我一样 这个跟我一样 我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陪我一起去看世界的人 这个回答我很满意 这个回答我满意的 这个回答我满意的 男嘉宾 我是思琪的姐姐 我刚刚听说你把女朋友带过来 其实我特别开心 因为这说明两点 第一个你的心智已经很成熟了 你可以成熟地去面对自己 处理自己以往的这个情感的问题 第二个说明你们已经完全放下了这段感情 特别聪明的女人说出来的话 所以才有勇气把她带过来 而且我觉得妹妹和你特别的般配 你应该就是她人生中 命运中明明要等的那个人 好加分 我借着姐姐的话说两句 她们最后能不能牵到一块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话我特别同意的是 如果两个人心里没放下 还藕断思连 还相互默默地喜欢 怎么可能陪着她来找女朋友 这也是真放下了才会来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 你有一点小技术性的问题 假如我是你啊 我要带前女友来 我会在前女友当中 挑一个难看一点的带 从感受上来说 会让别人好一点 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 如果说女生很看重你的经济条件 经济能力 你完全不介意 这个话呢 就像我微信里面说的一样 取决于我多喜欢她 其实我觉得人生上 无论是物质 长相 学历 还是什么 都是指标了 就是我不觉得喜欢 这个就比喜欢外表 或者喜欢性格低贱 对 我觉得这些指标都是一样的 她喜欢我这个某一样特质 那我至少还有继续让她了解 我别的特质的 可能 可能 否则的话我失去她了 我完全没有可能 我其实也在舞台上 讨论过这个问题 女人在想男人是不是 只看中我的年轻美貌 男人很多人在想 你是不是只看中我的经济能力 我就在想 难道经济能力和年轻美貌 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所有的特质之一吗 我们不能把一个男人的经济能力 单独剥离开来 你要喜欢我就喜欢我的人 跟我的经济能力无关做不到 就像一个女人做不到 你只喜欢我 跟我的年轻美貌性感无关也做不到 就是你的年轻美貌 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你 没有办法单独剥离开来 做那种假设性的问题毫无意义 你说我要成了全光了 你还跟我在不在一起 我要又老又丑了 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人生没有办法假设的 我们也不要 那些假设性的问题 自寻反导 好 还有一条片子 我有过一段婚姻 但跟前妻还是好朋友 就像家人一样 前妻 还有婚姻 有婚姻过的是吗 我是韩风一个比较特殊的朋友 我跟韩风这些年就作为朋友的关系 感觉比较舒服 就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小孩 就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 不是啊 我们俩已经退出了 对 她跟女儿关系就像朋友一样的 她喜欢的事情都会带女儿一起去做 在她女儿心目当中 她爸爸是最帅的 最聪明的 最好的爸爸 其实她也是一个需要渴望家庭的人 但是呢 她肯定也希望有自己的空间 韩风是一个很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起码要很懂她 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可能比较适合她 祝她自己开挂的人生更精彩 加油 妈 我是可以的 可是我妈妈不会同意的呀 一般来说男嘉宾都一条片子 她情况特殊 两条片子 前妻和前女友都让我们认识了一下 有点尴尬 要没孩子 要她各方面表现还有可能的 对 这也不可能是吧 本身希望是一对一的 有自己共同的孩子 对对对对 那你说再生一个 她怎么去对待我们的孩子 对啊 女儿多大今天生 我女儿今年十二岁了 十二岁 三号 男嘉宾 我女儿还很小 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非常理解 所以说我们的选择是放弃 谢谢 非常理解 五号 妈妈的意思是有一个前妻跟有一个小孩 所以可能不太适合我们 非常理解 非常理解 很不太意思 我也想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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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到最后 二号 天哪 我妈妈怎么还没灭啊 那个男嘉宾你好 刚才通你那个言谈的时候 感觉你很诚实 这点技术 做个男人又担当 即使我女儿是不选择你 下去后 咱可以跟酒桌上切除一下 感谢 感谢 喂 喂 龙老师 我是二号 麻烦转接一下我爸爸可以吗 老董 喂 老董 我又觉得我们两个不是很合适 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还是一个涉事未深的一个女生 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男嘉宾不合适 好嘞 男嘉宾 对不起 谢谢 好 理解 谢谢 你又推出战场了 你也要耍了没 没带是个小孩 我们肯定要留到最后 我不想 我一定要留 我想为韩峰辩解一下 我跟韩峰认识6年了 然后她的一些情感经验 我都是有见过 然后其实在场的人我能理解 就是她曾经有 对一份感情很真实到 对着我抱头控哭 她可能她有她自己真心的那一面 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所以我想辩解这个点 什么情况 我们还灭灯了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本来人家丝毫好好的 替你说着说着把灯给灭了 淳燕 你是不是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 我刚才看到你跟他们在那聊着 没有 就是她 我觉得她的前女友 在她的很多的问题上 会有比较代表性的发言 你要不要也助攻一下 我今天能来到这儿 其实我也做了心理建设 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能来 来作为她前女友来 我现在有点激动 然后我能来的话 就真的已经证明这个人非常好了 而且她真的很有爱心 我们虽然没有能够一直走下去 不是因为她人不好 所以就是你们 大家应该也经历过很多感情 但很多感情并不是说 大家因为对方人不好 才分手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话 做不了情侣 不一定要做陌生人 真的 是 其实大家都已经了解那么多了 为什么分了手之后 一定要做陌生人呢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 我跟前女友的关系的时候 就两种 一种是完全不能接受 只要跟前女友 还有任何形式的联系都不行 连发个生日快乐 过年好都不行 就不能有任何联系的方式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可以 没问题 只要你们感情结束了 能够放下这种感情就OK 我说实话 我前男友 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超想跟他 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但他因为胸怀不够大 没有像他一样大 所以我们现在 就只能是点头之交 你知道吗 我觉得超难过的 我觉得好不容易的缘分 说实话 为什么有些人 可以和前妻 前女友 保持朋友的关系 有些人不能 原因就在于 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因为 互相伤害的分手 绝无可能再成朋友 如果是仅仅是因为 比如说性格啊 生活方式啊 等等等等 这些原因 没有最后走到一块 彼此都还有一个好的印象 这样的分手了之后 很多人是可以 以朋友方式相处 这没有哪一条 哪一个对和不对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 不同的人 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 来 恭喜你 到了全力反转 办法 不 来 到了全力反转 为什么 对不起男嘉宾 我还要尊重孩子的父亲的选择 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因为呢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不仅代表我自己 还要尊重这个孩子的父亲 因为孩子的父亲 今天就作为那个 在观众席里面 在观众席里面 对 坐在观众席里面 他关于这个孩子的走偶的方面呢 也有自己的原则 希望能够得到男嘉宾和家人的理解 谢谢 好 但我很想跟他签啊 我想跟他签 别纠结了 已经灭了 他很理性啊 我觉得这个男生很好啊 没准心动女嘉宾会是你 来 我们现在看6号家庭的被读的 敏多 28岁 文化公司整合营销主管 见面随时随地 实时视频相亲 下面进入真爱APP甜蜜情报环境 大家好 这里是在下面的工作室 我觉得主要作品 都是在这里产生的 从这里产生的作品来 来走向了 以芝加哥 洛杉矶 新加坡 从这里传播了很多思想和文化 这些作品 已经被大量的国内外的 常家和艺术机构美术馆收藏 我也希望未来 如果成为我的女性的话 可以尝试地了解 了解以后 我们就问的话题 对 我也会非常爽 谢谢 13位中药组方 守护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蔓延淑宁提问时刻 你有没有问题 问6号下询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位爸爸 您对于我未来有可能 跟您的女儿谈恋爱这个事情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此时此刻的心情 基本是酸爽 重点是爽 不是酸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假如说我跟您的女儿走下去了 未来我们选择不买房子 去环游世界 您怎么看 非常好 我把我的房卖了 你们环游世界 好 谢谢 所以这是我们分 就是会分手的原因吧 对 在这个点上 你还是希望安稳 我比较安稳 好 海澜出家 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6号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两位朋友给你选的 心动家庭是哪一个 大屏幕 我们来看看1号 王思琦家庭的基本质量 王思琦24岁 大型科技公司对外关系 我想问一下那个姑娘 选择心动家庭的原因是 因为她上来的时候 有讲到说她喜欢大叔嘛 然后那我觉得 她还是很合适的 然后她也很会照顾人 然后大家都是书香门第的 所以她的成长环境 是会比较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她们俩是很般配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个 她刚刚说 因为她觉得 在6个女孩当中 思琦跟她最像 你觉得 你觉得把这点提出来 是加分像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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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 优点是像的 来 两位女生 有什么话跟男嘉宾当面表白 是这样子的 我从头到尾支持你所有的观点 无论是前女友还是前妻 包括不买房这件事情 我都很接受 甚至你有一个女儿 我感到庆幸 因为这样我没有生育的压力 生育孩子它是一个阶段 而不是一个目的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爸爸妈妈很支持我 我想先从你这个人开始 我们互相地了解 我希望我们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组合至少 能够互相对方看见 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就你的部分 我也很想去探索 那我也有很多东西 台上完全没有表现出来 我会跳很多种舞 我会喜欢很多国家的历史 那你愿意去看 我太愿意去了 我会对着 我会在每个博物馆 对着战品泪流满面 真的 哇 感觉两个人好般配啊 我的妈呀 听到我眼泪要飙出来 我想问一下前女友 14个 你看到一个女孩 对你的前男友 说这番话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 我觉得她好酷 她比我酷 真的 来 王思琪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想说 我挺喜欢你的 哇 然后 其实看你VCR有几个点 我想跟你说 第一 你说到之前一些分手 或者离婚的关系 是因为他们的想法 可能会比较传统 我想说我一直 我跟同龄人 或者跟其他女生比起来 我的想法也都比较新 相比于稳定的生活 我也更想跟一个男生去过有趣的生活 去看世界 天哪 她做的事情跟我都一样 她跟我真的很搭 另外关于您的事业跟梦想 其实首先我想说很巧的是 公益跟慈善一直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梦想 我也是想后半辈子就拿钱去做公益 关于物质这块 我也很喜欢美好的事物 但是我不在乎你的钱 因为我自己可以赚钱 当您说到您有离异的家庭的时候 说实话我是不在乎的 但是我觉得一段婚姻要想幸福 我必须要得到家人的祝福 那我爸妈实在是不同意这件事情 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我爸妈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些前提都不是最重要的 两个人的灵魂相匹配 两个人三观一致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哪怕今天不能跟这个男嘉宾牵手 以后你们能够最关心的是 我跟这个男生幸不幸福 而不是他的过往 而是我们的未来 谢谢 谢谢 父娘说的这个话 我也特别有感触 因为你一上来的时候 你就说到你要找非常成熟的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你可以让你的父母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 也许不是他 也许过几个月 过一年 过两年 你交往了一个男朋友 岁数比你爸也小不了几岁了 你的父母对这件事情 现在得有一个强烈清晰的认知 而不要到了那个时候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今天也是你们家里边 把这件事情认真沟通一下的时候 因为女儿对她的这个要求 是那么的清晰而强烈 我知道一号的爸爸现在就在台下 我们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如果他愿意这会儿说话 我们把话筒给他 有愿意的话 一号的爸爸可以站起来 哎 来 光 光给过去 在哪儿 爸爸上来吧 你对女儿刚才那番话 你有什么要告诉她的 通过刚才四期的一番话 我想我和我们全家人吧 对孩子的这个 表达的这个愿望表示理解 这个 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家庭 虽然它是在国外多年了 但是 如果要我今天做一个判断的话呢 我想 关于男嘉宾的这个婚姻这一段 目前我还不能接受 但是 我不反对女儿和男嘉宾 可以继续交往 你又想到爸爸会说这番话吗 我猜到了 我尊重我父亲的选择 好 来 也谢谢爸爸 好 喝口长知识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有点激动 对 这两个女生的发言 真的让我有一万种设想 都没有设想到两种 第一位女生确实她说的这些东西呢 我非常有感触 我也会跟你一样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会真的看到哭 泪流满面 这个我非常认同 那么第二个女生就更勇敢了 看得出来您家的这个教育 应该是比较传统的 但是你刚才说出非常重要的一些话 我跟孟爷爷一起都为你鼓掌 很明显这两位家庭的爸爸 对我的这个状况呢 都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一个看法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假如你们二位的爸爸 依然会反对我们之间的恋爱 你们会怎么处理 王思琪 这个问题很现实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爸爸是最爱我 也是我最爱的人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尊重他的选择 因为我不希望 伤害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6号 这个问题对于我其实特别简单 因为我们家基本上 不存在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他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我会离他远点 带着你 我们先出去玩 但是当他看到我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非常好的时候 我每天跟他描述 我每天都感受到获得新生 有新的灵魂在注入我的时候 他没有问题的 他那么爱我 他会有什么问题 这姑娘真是回答的没谁了 我觉得所有的父亲母亲都要看到的是什么 是儿女的幸福 你只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幸福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真的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和妈妈 真的这点我非常感恩他们 好 非常感恩 有喜事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韩峰 你的选择是 他不选择啊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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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前女友还是前妻 我都很接受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两个人三观一致才是最重要的 我选择 我选择6号 我选择6号 恭喜你们 太好了 我喜欢你 乱呼 爱你 我喜欢你 哼呼 你是想提供给我的理由 我喜欢你 诱行川海来自驾 遇见真爱祝福全假 你也很棒 非常棒 请嘉宾进入有家有爱的 欧派幸福空间站 我其实一直在等 像这样的一个人 跟得上我的步调 我们可能接下来交流 未来会有很多可能性 对 这个是我所比较期待的 对 其实讲真的 今天如果六个人都推出来 其实我还是会选择女孩 我还挺有感触地说两句 刚才6号的女孩说的那番话 每一句说的都是我想说的 我们每一个年轻人 都爱我们的父母 但是我们对父母的爱和感激 不应该拿我们的婚姻的幸福 作为条件 和我们走完一生的 不是我们的子女 也不是我们的父母 而是陪伴你的那个枕边人 所以所有天底下的父母 都应该懂得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的是看到 我们的儿女幸福 怎么样才能让她幸福呢 按照她的心意 去选择她爱的人 这就是给她们幸福 有请下一个 你好 孟爷爷 你好 然后大家好 阿姨和姐姐你们好 我叫吴金毅 然后是一名艺术体操国家 一级运动员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对 然后现在是在一所大学里面 当老师 然后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东北姑娘 就是特别直来直去这个样子 我觉得她的嗓像和词业我都喜欢 你能不能马上向我们证明一下 你是国家队的体操运动员 可以啊 太简单了 那我来到中间 孟老师好 我是吴金毅的妈妈 我今天来到现场呢 是为我女儿找一个 能够和她牵手一生的 有气的灵魂的男孩 她一定是一个善良的 孝顺的 有真人感 能担当的 用心爱她的 宠她的男孩 只是一个心愿 好 欢迎你们 来 熊肉做 看看 如果六给你当儿媳妇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啊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群 相伴永久 有请男嘉宾 我喜欢这个 这个很帅 好飞人吗 现在 这ğimono 我能够 睡觉 好飞人吗 是 老师 可以 很感动 谁抢到了 我抢到了 那我爸妈la 这 我妈去的 我 我想爆灯了 但是来不及赢在了首长 大家好 我是张祥 你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六号都已经爆灯了 把自己画好 Van 超越快 对 我是张翔27岁 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的 金融硕士专业 现在居住在上海 在一家欧洲的投资银行 做跨境并购的工作 我性格比较简单 直接 淡不粗暴 我觉得我喜欢的女生类型 应该是对自己生活 有自己追求 但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她能够 有一些些的搞笑 如果用一句南京话 来概括的话 我希望她是选中戴文 谢谢 你为什么南京话 说这么好 对 因为我小时候 一直在南京读书 后来和父母到上海 那不就是为我准备的吗 又是 我又是南京的 我又是在那么多国家待过 来 我来跟6号聊几句 吴敬义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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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你说话 你跟我先聊两句 不好意思 有点激动 孟爷爷 你好 然后我虽然刚进来 然后就看到她了 就觉得她长得就那个样子 就特别是我喜欢的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她是不是帅到了一切 你都可以接受 比如说她离过两次婚 现在有三个小孩 我觉得我可以 我们可以再有三个孩子 今天一定会很好 太好了 太好了 那边是 有喜事 喝好酒 今天在狼牌特区 行动守护区的是 男嘉宾的妈妈和姐姐吗 对 我是姐姐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 大家好 问问大姐找媳妇有什么要求吗 不用 我跟你说 刚刚6号女孩暴动走着走 我悄悄问 阿姨 我是6号姑娘 给你当媳妇好不好 阿姨这样 好 我可以走了 是不是 没有悬念了 就定了 可以不可以演员 就是这样 不可言语 你到台上来 就看到这一个鼓勇就定了 是吧 那就走吧 6号同意你们就走吧 别录了 我先出去了 别拦我 你家人的那个想法 不代表男嘉宾的想法 到我家来 我的姐姐可能要理性一些 我还想听一看姐姐的一些意见 她的意思是还要再看一看 来 你们选一个心动家庭 选一个你 你目前看最喜欢的 说我们 说我们 我想问一下老董 你现在看一下 6个家庭你是唯一的一个爸爸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男孩一出来吧 就给一种感觉 阳光 帅气 应该是我女儿 特别喜欢的类型 谢谢 那我先作为生产厂家 我先对我们的产品 做一下解闻单里介绍 外观美丽大方 赏兴悦目 内在是温柔活泼 善介人意 如果你与她牵手 值得你一生拥有 哎呦 你爸赢了 你爸真的赢了 我来问一下 那个大姐刚才看到一个 穿白衣服个儿特别高的女生 就是刚才的2号 我也喜欢 刚才还喜欢6号的男 他又喜欢2号 为什么见一个爱一个呢 阿姨谁都喜欢不行 阿姨你不是喜欢我的吗 我跟你讲 漂亮姑娘太多了 个个都喜欢 有点眼花缭乱了 我再接电话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4号女嘉宾吴世宇 可以让我哥哥接下电话吗 表哥 喂 想跟你说 我挺喜欢这个男嘉宾的 而且他和我一样 我们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 我觉得我们挺适合的 你一定要帮我把灯留住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比嘉宾的表哥 你好 然后你一上台 我觉得你的形象气质 和整个的气场 非常的OK 很赞 谢谢 因为我妹她是属于那种 典型的四川美女 了解 我知道那边女生的身材都很棒 OK 我们就是属于最棒的那种类型 我哥收了点 收了点 等一下 喂 我是5号男嘉宾 你是5号男嘉宾对吧 你激动我是5号男嘉宾 5号妈妈 喂 金姐 你跟男嘉宾表达一下 就说我比较学渣 然后在未来孩子的教育上面 没有人跟他抢 所以你看一下帮我争取一下 谢谢 来 你说一下 是这样子 男嘉宾我要先说一下 我们家小月 她瘦的时候像林黛玉 威叛的时候像薛宝采 所以这样的古典美人 应该要让他出来跟你见一遍 认识一下 5号我不喜欢 为什么 主要是 长相 长相吧 一个这个家里的氛围 我都不喜欢 她说那以后下一代的问题 就麻烦你 没问题 这么多人要提问 妈妈 好吃香吗 喂 孟爷爷 我是1号女嘉宾王思琪 好 我想让妈妈接下电话 王思琪 喂 妈 上一个都不行 这个你还不帮我赠取吗 你跟他 首先你跟他说一下 他说要找南京人那样 稳重带甩的 你跟他说我们就是南京人 然后他有海外的那些经历 你赶紧跟他说一下 我们在国外的经历 然后其他家庭妈妈 都说到那个外表 你就也夸一下 我们家外表也不差 好吧 你就多夸一下 赶紧正续一下 好 那个男嘉宾 我们本身就是南京人 我女儿对你很中意 她人是很高大的 善良 温柔 可爱 漂亮 大仓腿 而且我和他爸爸 都是金融行业的 他又有丰富的 海外求学的经历 我希望你能够多多关注 我的女儿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姑娘刚才在电话里边 说的原话是这样的 妈 得我再去呀 下面看男嘉宾的短片 每当命运的阴霾 无险而来 内心的魔障 就会出现在眼前 你来了 我内心脆弱的一面 但这一次我不会退缩 机箭 哇 机箭 好上 哇塞 这个好厉害哦 我叫张翔 毕业于墨本大学的 金融硕士专业 17年留学回国 加入一家欧洲精品投行 从事跨国并购 工作上的我砥砺前行 快节奏 高强度的环境 使我迅速成长 现在的我 凭着自己能力 在上海有了一席之地 平时除了机箭 潜水 拳击这些运动项目 我还会去听音乐会看花展 从大学起 我就是校园的活跃分子 曾经主持了第二届 亚青会全球志愿者的开幕式 现在我也时常参加一席活动 喜欢和各行各业的朋友 进行交流 但让我苦恼 是我经常被人 贴上花花公子的标签 我以前追过一个女孩 她周围所有朋友 我都让她不要和我在一起 这个刻板印象太可怕了 我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帮我写好了结局 不过她这个长相 好像是挺招女孩子的 对 对 对 可能是我的思维观点 比较偏西方 我一般遇到一个女孩 先会和她先纪念几次 在纪念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觉得有些三观不合 或者是不够喜欢 但我会选择不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纪念只是一个 相互了解的过程 这并不算恋爱 对于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希望我们能够 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不看对方的手机 不看对方的邮件 我们需要相爱 需要陪伴 但也需要孤独 可能对于在国外有过生活经历的年轻人来说 可能容易理解约会和恋爱的关系的问题 但是对于上一辈来说 未必知道这么清楚 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 可以 对 其实恋爱对于约会更多的是责任感 承诺 那约会的话 可能说大家吃吃饭 看看电影 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我觉得这很对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她们为什么觉得你是花花公子呢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身边的异性很多 而且我的异性朋友都非常的漂亮 她异性朋友很多 异性朋友很多 异性朋友很多 而且她说异性朋友很好看 但其实无所谓 但你们不建议吗 她直接说身边有很多异性 而且 只要你也美就好 无所谓 对对 你不用担心 你那么美 那其次的话 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压力表大 偶尔会去一些酒吧 会有很多机遇的场合 会让人误解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VCR说的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很坦诚 她就觉得她长相 有点像发发公子 实际上她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男嘉宾 我这边有个问题 你会不会同时的 跟几个女孩 dating 然后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 你会不会还和其他异性 dating 好 这个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会不会和同时 好几个女生 dating 我告诉你 不会 但我想 我想 她说她想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不会 因为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 没那么多精力 就是处理不了那么短时间内 跟同时很多人吃吃饭 看看电影 那有时间呢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说 在确认为女朋友 那我会不会在那 绝对不会 如果确立了 确立关系的话 你就是责任 那你就是我的唯一 对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三号女嘉宾 三号妈妈 喂 妈妈 就我就想知道一下 就是她的 约会尺度是在哪里 然后会不会有一些 肢体接触之类的 亲密的一些 约会什么接触 她约会 约会尺度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要不要 你妈没听懂 我听懂了 我帮你问 那好 三号女生问的就是 那个所谓 约会尺度 对于我来说 就是看女生的尺度在哪里 天哪 那岂不是 她可能没有说清楚 其实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指的是 可能我约你吃个饭 就这么紧 来聊聊天 沟通 这是她说的 约会的内容 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绝对不会是一个 让女生觉得不舒服 过度亲密的男生 我觉得她会有点花 你们觉得呢 她不会拒绝 受不了 你还是OK的吗 至今 我觉得还OK 我可以 因为我觉得 我捞得住她就可以了 这个肯定 这我能接受 孟老师能听到吗 那个我是二号女嘉宾 麻烦转介一下我爸爸 老丁 我想 你帮我问一下男嘉宾 因为我刚刚听他说 就是第一次约会 说比如说有进步关系什么 那我想问他 如果说我们第一次约会 有进步关系 那接下来的约会 你是会提出 跟我说在一起呢 还是说 那我们接着再了解 你懂我的意思吗 老板 这个问题问得好吗 问 就这么问 这话我没法问 就这么问 就这么问 你这个话让老爸问 有点尴尬 孟老师可能听到 2号的意思是 你们如果第一次约会 有一些心力举动之后 你会承认这种 你们的这个关系算是 我很在意他这个回答 我很在意他这个回答 我想知道亲密到什么程度 因为牵手也可以算亲密 亲密 亲密也可以算亲密 就在牵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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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懂我 我知道妈妈在担心什么 就是我不会认为你女生 是一个随便的女生 但是这些事情能够加深 你们俩对彼此的了解 他直接说 我直接说不了 他就是花花公子 怪不得别人这么说 喂 孟爷爷 你能不能帮我把声音扩出来 我想跟男嘉宾当面说一下 好 来 把三号的 把三号的声音扩出来 喂 能听到吗 能听到 您好 女嘉宾 我觉得你一直说话 就是太咄咄逼人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向机关掺脚 嘟嘟嘟嘟嘟 层层递进 就我很不喜欢 所以妈妈 你帮我把这个灯给灭了吧 本身我就是一个 战友欲特别强的人 肯定是比较在乎的 其实我觉得那一点还好 对于我来说 我也觉得还OK 我认为年轻人在恋爱约会当中 一定包括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 对 这样的亲密关系 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是双方你情我愿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亲密互动 那怎么区别爱情恋爱 和其他的人际关系呢 对 是这样 我们曾经讨论过 什么样叫恋爱 我看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两个人彼此喜欢 对 然后 第二 喜欢到有亲密互动发生 对 第三 并且把这样的关系 在自己的父母和朋友面前 对 公开 如果这三条都具备了 我认为这就是恋爱开始 如果没有其中的那一条 我认为那不能算是恋爱关系 孟严严 鞋子 好 现在留灯的1号 2号 4号 5号和6号 恭喜你进入到了权力反转 上去灭掉三盏灯 陈一号 5号 4号 那1号我觉得应该灭 2号 2号要灭我妈 怎么办 我妈很喜欢她怎么办 三次南京人 对对对 南京人 台队 都那么说了 我实在是 好 不好意思 我哥 跳过去了 我还要再面两个事吗 没了 真的 我们你一定要看一下 真的 对不起 我就是现在不好 你别的激我了 睡着 好 别灭了 不要灭 别灭了 别灭了 不要 儿子 你可以听听你妈妈的意见 他说了别灭死 你听听你妈妈的意见 一好 他妈妈很喜欢你 没有办法 我相信我妈妈的审美 就对不起 来看两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前段时间我刚参加完 世界小姐的选美比赛 然后拿到了四川赛区前10场 哇 这个身材 来 给你 你会管女朋友衣服穿得比较性感吗 我一点都不会介意 我觉得性感是女生女人 应该展现的一个特质 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三哥好合 六号的短片 我可能跟别的女嘉宾不太一样 我 能用腿的地方 绝对不带动手 别的女孩子 看穿的地方 我看穿的地方 哇 这也挺厉害 我拉开穿脸 我拉开穿脸 怎么样 你觉得今晚心情美不美啊 我估计六号要打你也是用腿 我估计也是 13位中药组方守护咽喉健康 下面进入蔓延树林提问时刻 来 对两个家庭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在场的母亲 请问你们对于目前的婚姻 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地方 在哪里 4号 我对我现在的婚姻是 非常有幸福感的 他爸爸对我很好 我对他爸爸的感情 也是非常深的 你最不满意的一点是 我没有不满意的 我对我老婆都非常满意的 真的 不可能 真的 来 6号 因为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我在外边打拼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呢 也跟着我一起往前冲 但是我现在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爱人 还是他没和我一起往前冲 我希望两个人一起肩并着肩 然后互相探讨地往前走 这样呢比较和谐 比较幸福 如果一个人往前冲呢 那会很累 其实我和他爸呢 之前都是非常非常幸福 但是就因为工作这事 我们俩就会有分歧 你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最满意的就是 他心里完全都是我 我觉得这样的描述 特别真实感 一点都不影响 完全不会影响 你们家庭的幸福感 不影响 好 海澜之家 为你打造满分第一印象 有请4号 6号 我们来看一下男生和母亲 选的心动家庭是 男嘉宾说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从你一出场 我就注意到你了 然后我觉得从外表来看 然后我觉得我们比较合适 你的爱情观我也比较认同 我是一个不太主动的人 是比较被动在爱情里面 就希望你多关注我一下 6号 男嘉宾 你好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叫我悠悠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和比较亲的人都会这么叫我 因为没有遇到那个人 所以我们才没有稳定下来 我相信如果我们遇到 对方的那个人 一定心里全都是他 所以我想说 在你没来之前 我有好好的爱自己 现在你来了 我希望你来好好的爱你 好 喝口长知识追爱追到底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因为我刚刚有介绍 我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你觉得请举几个实际的例子 来说一下 你是我喜欢类型 或者是那种感觉的女生 我很认同你的一个观念 就是你说人需要孤独 这是我很认同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 可以有在一起的时间 但是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 这点很重要 6号 因为我看VCR里面 你有说你喜欢拳击 肌剑 然后我是一个运动员 就是这些我都会 包括我不会问你 你妈妈跟我同时掉进水里 这个问题 我不光可以自救 我还可以救阿姨 游喜室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你最后的决定是 4号还是6号 毫无悬念 4号 4号吧 呃 游喜室喝好酒 狼牌特区提醒您 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来自四川 农乡正宗的狼牌特区 独家冠名播出 有喜事 喝好酒 狼牌特区相伴永久 见面随时随地 实时视频相亲 真爱APP1.4亿 单身好青年都在用 本节目指定物桑产品 蔓延淑宁 邀请共同守护咽喉健康 对我选择6号 对我选择6号 我喜欢你的糊涂 任性耍苦 在一起了就不想 相亲穿海澜之家 遇见真爱 祝你成家 我喜欢你的糊涂 好棒 请嘉宾进入有家有爱的 欧派幸福空间站 我喜欢你的糊涂 任性耍苦 我看那个大姐可高兴了 对 我心里很开心 而且看上去一眼看上去演员就很 演员 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一上来我说哇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 我女儿想要的吗 一上来我觉得那种演员就很吸引人 然后走出来以后 我就看她的感觉就突然间有点害羞了 她很爱体育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她说她带我健身 因为我就更开心了 我觉得完美 所以我希望我们两个今天牵手成功了 只是一个开始 我会把她当我自己的女儿呀 上《真爱》APP关注你的心动嘉宾 邀他与你实时视频聊天 谢谢收看今天的新香气大会 下车同学时间再见 感谢狼牌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南之家军乐报长支持了 欧海依贵《真爱》APP 蔓延鼠林和ABC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我喜欢你的糊涂 任性刷骨 在一起了就不想结束 欢迎登陆荔枝网或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和孟爷爷的恋爱宝典等您插桌 上微博进入新香气大会话题词 与安莫学长的大为参与 分手了韩慧和前任做朋友们话题讨论 上今日头条 关注新香气大会更多资讯 来网易新闻网易号超级IPG频道 看更多新香气大会精彩短视频 您可以登陆大蓝经APP 新浪新闻今日头条 搜狐新闻腾讯新闻凤凰凰新闻 UC头条ZAKER一点资讯了解节目相关信息 同时可以上 新浪娱乐搜独视频凤凰娱乐360娱乐人民网娱乐了解相关信息